大朋友小朋友还有五分钟 来到公园有把铺冰淇淋免费享用 这真是太棒了 而这也是新北市议员许昭新 所想出来的点子 服务处在公园举办活动 不能够让大家空着手 一面吃着把铺 一面看着表演 这才是小朋友大朋友最期待的 而每一年许昭新议员 都会邀请儿童剧团到地方演出 希望透过内容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小朋友透过剧场中的节目内容 学习到孝顺父母 然后胸有地公的一个基本的品德 那也希望一个好的剧场 就如同读一本好书 希望每位小朋友虽然年纪小 但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都很聪明 都能够透过剧场的内容 学习到正确的品德的尝试 接着 这出儿童剧的名称是南方小岛的故事 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小童的小朋友 和妈妈相依为命 在这美丽的南方小岛上 岛上居民和动物朋友 总是热心热情相互的帮忙 在这样快乐和谐环境下长大的小童 看到妈妈每天要做好多的工作 也想要帮忙分担 没想到却总是做不好 反而让妈妈更忙了 内心愧疚的小童 想到了一个让妈妈开心的方法 她要去请岛上的动物们 一起来帮忙完成她的大计划呢 那这样的剧团表演 带来了欢热 也增加了亲子之间的互动 数位天空新闻永何唱不倒 就要小小声